美国东岸马里兰州巴尔地摩港区 全长2.5公里的凯伊大桥 在26号凌晨一点多 因为货轮失控撞上了桥墩 一大段桥面在短短10秒钟之内 瞬间断裂崩塌 而这就是当时监视录影器拍下来的画面 有8名漏夜在桥上施工的工人落水 第一时间两人获救 其余6个人不幸死亡 肇事的新加坡籍货轮 当时正准备前往斯里兰卡 离开港区时突然失去了动力 多次发出求救讯号 地面人员在货轮撞桥前 紧急封闭大桥 挽救了更多的人命 美国联邦政府承诺会协助清理 并重建大桥 目前除了大桥交通停摆 巴尔地摩港的船运也暂停 可能影响汽车供应链跟当地物流 巴尔地摩是美国重要的汽车进出口港 现在有多遭货轮困在港内 也有货轮滞留港外进不了港 但是光是何时能够清出航道 都还无法日估 民众三更半夜在公园溜达 意外募集货轮撞上桥墩 整座桥瞬间倒塌 吓到连标脏话 美国马里兰州第一大城巴尔地摩的凯伊大桥 3月26号凌晨一点半左右 遭到一艘货轮拦腰撞上 桥墩撞断之后 桥面像骨牌一样一段段落入河中 激起大片水花 多辆汽车坠入河中 八名落叶在桥上填补坑洞的工人落水 两人第一时间获救 但其余六人不幸身亡 都是拉美移民 货轮离港后突然失去动力 即便下矛还是停不下来 就在撞击前两分多钟 船上的饮水人当机立断 发出求救讯号 警方立刻封闭桥梁 禁止所有人车上桥 这短短90秒钟的应变 将伤亡降到最低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船上一共有56个货柜 在运764公吨的有害物质 不过这些货物都没有落水 也没有外泄风险 凯伊大桥全长2.6公里 是巴尔地摩环城公路的一段 也是通往华府跟纽约州的重要干道 每天车流量达35,000辆 大桥要好几年才能重建 不少美国人马上面临塞车噩梦 巴尔地摩港是全美第九大港 虽然货柜吞吞吞量只占美国东岸的3% 但汽车进出口量全美最高 也是煤、石膏、木材等大宗物资的物流大港 大桥崩塌后 好几艘船在港外大排长龙 势必冲击巴尔地摩经济 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肇事的货轮达利号2015年下水 长300公尺 吨位9.5万吨 以现在的标准来说 只算是中等船只 虽然达利号失去动力后 时数只有15公里左右 不过专家估计 撞击桥吞的瞬间 冲击力可能高达2万公吨 专家形容这是21世纪的船只 撞上20世纪的桥梁 凯伊大桥1977年落成 预期说明大约100年 并不算老旧 但大桥是钢横架桥 以三角形结构组合而成 一旦结构遭到破坏 就会像骨牌一样崩塌 美国在1970年代新建的桥梁 大部分都是钢横架桥 因为这种设计建造快速 使用的建材少 强度虽然不算最好 但有一定水准 不过现在的建筑结构 更看重坠于或冗余度 在建筑中加入额外的支撑 一旦结构部分遭到破坏 可以继续承载重量 避免坍塌 但过去的桥梁建筑 没有这种设计 凯伊大桥的桥墩周围 其实又有俗称海豚的海上防护结构 不过碰到这么巨大的货轮 挡也挡不住 达利昊离港后不久 完全失去引擎动力跟电力 船上人员表示 当下轮机房里都是燃油尾 可能机电遭到燃油污染 达利昊半年前在纽约检查时 没有异状 但一年前在智利发现 推荐跟辅助机械有问题 2016年还曾在比利时撞上码头严重受损 达利昊目前由丹麦航运巨头马斯基成租 新加坡的海运公司管理 谁要负起最大责任还有待厘清 美国基础建设老旧再度受到关注 拜登政府2021年签署1.2兆美元的基础建设法案 相当于38兆多台币 其中3.5兆台币要用在道路跟桥梁升级 不过专家指出 这些经费只是杯水车薪 过去三个月内 全球三起船只冲撞桥敦的事故 原因不尽相同 这类事故的几率没有想象中低 而且一旦发生 很容易酿成重大伤亡 提升基础建设的强度 是各国政府共同的课题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